今天是11月13号 周末 明天就要开盘了 那周末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但是朋友们最关注的是 下周的题材股还会涨吗 下周的题材股还会不会疯狂 死板大腰天儿股份 出现了一个停牌的动作 那下周谁有机会脱颖而出 成为新的领头羊 成为新的腰股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短线方面的一些市场人气票 如果大家对短线这一块 热点这一块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大家看天儿股份这一轮上涨 可以说是完全超预期的 对吧 这里出现一个死板的大涨 那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大幅度上涨 你应该都知道什么原因 供宣社的一个突然利好 它是完全超预期 停牌后不仅仅是它 还有一些高标也出现了一个 问题那就是什么 受到了一个上面的一个监管 比如说靳业达 它也受到了一个问询 那下周会怎么走 会不会继续创新高 其实从靳业达近期的走势来看 它完全还有预期往上走高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靳业达筹码很坚决 很惊挺 并没有出现高位大幅度的出货 还有啊 作为高标的天地在线 也出现了一个问询啊 监管 所以啊 对于这些票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像这种票 短期涨幅巨大 翻翻的 翻了一倍有多的啊 这些可能会迎来一个停顿 或者调整 有句话怎么说的 新的腰王要起了 老的就会下去了 那么像这些老的腰可能就会停顿了 那新的腰又可能啊 有机会上位的 那么哪些票有机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威奥股份 这个周五出现一个开板 烂板 这个票 从上周的走势来看 出现了一个四年板进行 周五是一个明显的 放量涨停 那么这就是一个烂板 它有优势 什么优势呢 它一个是刺新股 大家看位置低 位置低 还有它的市值低 对不对 总市值44 牛童值26 价格21 价格11块 它有优势 所以这个票 大家一定注意 它有机会成为市场上新的焦点 新的核心 怎么理解呢 下周它如果在这开盘出现一个 明显的弱转强进攻 我觉得大家是值得重点跟踪的 大家看 现在是市板 烂板 然后出现一个弱转强 进去五板的话 它就有可能走出七板 甚至更高的板 它各方面的一个优势都具备 所以大家是需要重视 新则连 这个也是一个烂板 出现一个三板 而且三板放量 大家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很低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之低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它整体的走势 在周五出现一个放量 同样的一个原理 它下周 面临着一个抉择 是不是会出现弱转强 朋友记住 如果是出现弱转强 晋级的话 毫无疑问 它的方向选择是上 这个票也有优势 优势很明显 看这里 流通值总市值 20多亿 23.9亿 价格才12块多 这是它的优势 后期具备大幅度拉伸进攻的预期 大决数是 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值得重点的留意 和跟踪 还有我们看三相印象 三相印象的话 周五是澳板 但是这个票 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近期 在这个位底部 出现连续的冲高 你看这里是一个中长期的大底 对不对 它一旦放量 突破了这个中长期的大底 大家想一下 它是不是进入一个加速阶段 这个票叠加的是房地产 还有区块链 等相关的一些热门 所以它存在的预期 存在的空间 它的价格 看这里 四块多 那一倍 八块多 对吧 牛通值 五十二亿 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票 它也存在在继续上行的预期 那是大家记住 这个票 去追高 要谨慎 它在涨的话 面临的是这个位置 高位压力 那么大家看 从这个高位压力 过不去 从高回落 高开低走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下周在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分歧板 去顶这个压力 好 顶了这个压力以后 再出现一个弱转强 进攻 那我觉得它的空间就打出来了 它的人气就打出来了 它的目标就要向更高的一个什么 位置去进攻 所以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这个票 下周有冲高回落的风险 龙金药业 这是一个老药票 周五出现一个放量的烂板 同样的 它每次给机会 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拉伸 大家看 在这一波出现一个 直接翻翻 这一波也出现了四五十个连长幅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调整非常之充分 而且最大的量能也放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注意 它在这个位置 刚好出现一个放量板 那下周也面临着一个加速的预期 这个票怎么理解 它可以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快速的弱转强 如果它是出现快速弱转强 晋级成功的话 毫无疑问 它会有机会成为中药 医药板块的新的一个核心 新的一个龙头 因为它本身股性很活跃 资金关注度又很高 位置调整又比较充分 所以再走一步的可能性 就大大的增强了 当然 实在党子小的 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五日均价线 做一个低息博弈潜伏 这个的话 一旦对了 同样吃大肉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西洋旅游 这也是一个那版 高位的一个三连版 西洋旅游近期 大家看 突破了一个中长期的大底 对不对 中长期大底 那么它就有一个加速力气 同样 密尼的抉择 是不是会出现弱转强进攻 出现弱转强进攻的话 它就有机会 去挑战上面的高位 也就是说它选择的方向是上 西洋旅游为什么会这么强 其实最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息有关 就是关于口罩问题 可能会升榜 对吧 从各项数据来看 各个信息来看 它后期可能会慢慢的放松 那么对旅游 酒店 这些相关的公司来说 相关的个股来说 就是一个大的推动力 所以西洋旅游有可能借这个机会 走出一个独立行情 或者走出一个什么腰股行情 这是大家也是注意的 这个票也是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和特别重视 当然它跟西洋饮食 这个是有点点叠加 大家看西洋饮食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酒店创演这一款 对不对 那么周五被砸 它如果没有出去访播的话 它的地位就会被西洋旅游给太地 给替代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熔联科技 熔联科技这个票 我在近期特别重视 特别跟大家讲过 这个票 大家看它的位置 已经突破了一个底部的压力位 中长期的压力位 是不是 它突破以后 大家记住 它的空间就打开了 空间就打开 它是近期的热门 有叠加多个热门 所以它在下周同样面临的是一个抉择 什么抉择 弱转强 加速或者备按 如果是弱转强加速的话 它毫无疑问 会突击上方的一个高位 天下秀 这个是一个老妖股 这个它是区块链相关的板块 大家看一下 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走强 这个是老妖股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下周同样的 它也存在着一个弱转强的一个走势 其实说白了 这个票的话 你去参与 它是具体一定 具有一定的风险 下周它如果出现弱转强进攻 但是它进攻的话 面临着高位的压力 对不对 这高位压力 一旦高位顶不住的话 它就是冲高回落 高开低走 那么你就面临着一个大面的风险 所以说这个票 大家再去追高的话 还是要需要谨慎 小心 高位被套 高位站岗 从这几只票来看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些票 它都有一个特点 都是相对的低位 对不对 大家看 就奥威 位置都比较低 还有 他们的市值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少的 大家看一下 一般都是在50亿以下 50亿以下 超过50亿以上的 很少很少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他们整体的一个走势的话 都是属于一个低位的一个加速上涨 所以这些票大家一定要重视 因为牛股 腰股往往都是从这些票里面产生的 低价 低位 低市值 那么大家注意这些的话 很容易跟上短线的节奏 很容易吃上肉 甚至吃上大肉 那么高标的 像前期涨幅最大的 比如说像这个 晋械达这种 还有就是天地在线这种 那么短期的话 还是需要谨慎了 当然也不说没有机会 后期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呢 最高一定要注意 后期 我们下一个